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來到溫哥華西區 看一個樓盤 它的位置是Kerrystale和Dunba交界處的樓花項目 五層樓左右高 水泥公寓 預計2025年會交樓 我們今天進來售樓處 主要看看它用了什麼建材 電器包裝 稍後會和大家分享有什麼桌子計劃 現在進來做了一個Light Color Skin的廚房 給我們看看 其實它有兩邊的房間和整個示範單位 稍後再和大家一一進去 我進來比較亮點的廚房位 找到幾個技巧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廚房是兩房的單位 配上L形的廚房 再加上中度位置 然後也有自己的dining area 和最後的living room area 如果我們說看廚房的話 我們先看就看櫃 我們照理和大家分享它的儲物空間 其實也挺多的 上面也有櫃 下面也有的 它的Milwork櫃其實是意大利的牌子 這個Top Line Cellini的一個櫃品牌 外面的櫃面就是意大利製造 裡面就是德國的 同一個品牌 一些新的feature 其實包括下面的燈 這些燈是和櫃整套做好的 有時候大家看到其他的 可能會在額外再加裝上去 這個就是自己一體成型 它的櫃底下面 這裡有兩塊是全塊過的Porsaline Tile 這隻灰色的Back Splash 然後櫃面就會是Quartz 設定櫃面 大家看到是白色的 現在我們看到它的電器package 主要都會在MILR組成 從這裡開始我們可以慢慢看 MILR是30吋的gas爐頭5 burner 上面抽油煙機我特意問過 它的抽力是620cfm 比傳統公園高一點 有些二三八 大家也會看到它上面整個櫃 其實都是出風管的位置 然後下面就是焗爐 焗爐也是30吋MILR的焗爐 整個是這個系列 這個可以混出來 焗爐兩邊都有些櫃桶 你打開櫃桶都會看到 裡面其實是做了這些包邊 打開來的話 都是有些閃分的 很帥仔的設計 包括下面這些高一點的櫃桶 它用了Chilinia Top Line 都有做這些玻璃的設計 看起來比較漂亮的檔板 比起傳統那種實心的 兩個櫃桶有這些 這裡轉角位的櫃桶 一樣我們都不是第一次看到 這次也有很好的feature 就是整個可以拉出來的支撐架 下面也有一些很重的吊臂去承托著 所以如果你放一些很重的 煲煲鑊鑊鑊都可以的 有兩個 一上一下 這個洗手盆也有少少特別的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Double Sink的時候 都會是一左一右 一帶一細 或者兩個一樣 中間有一個很高的分角位 有些時候這個就是因人而異 有些人好像我們家都是這樣的 但我媽媽就不喜歡 因為她說如果分開兩個Sink 都可以的 當你要分開兩邊洗不同的東西 又可以做到 下面也有這些金屬架 撐一撐 所以有時候的鍋可以在這裡力乾才拿出來 這個是水龍頭 下面就是一些空間 沒有再加裝垃圾桶 要自己之後處理 洗碗碟機就是這邊 一樣都是MILLA Package 大家可以看到 再旁邊就是雪櫃 雪櫃是30吋 這個發展商或者這個樓盤 比較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無論大家是買一房 兩房三房 所有的電器都會是一樣 雪櫃30吋 爐頭30吋 所有的Sink 所有都是一樣的 就不會因為你買了 包括Island都有 甚至我們未看這邊 還有兩個特別的功能 所有的單位都會是一樣的 可以過來這邊看看Island Island下面這個傳統擺微波爐位 今次就擺了一個 它是有微波爐功能的 其實它是一個Speed Offen 比微波爐鬼好多 首先牌子也是MILLA 它主要有三個功能 一個就是傳統的微波爐功能 一個就是OFEN 即是焗爐功能 即是細焗爐 另外就是微波加焗爐功能 大家有時候想急速解凍 或者是煮小的東西 這個就會很便宜 不用每次開大焗爐 takes more time 都比較用 也有很多電 這是一個挺好的功能 還有一個都包起來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手櫃 都是MILLA的牌子 不需要升級 它是包起來給你的 裡面有這些可以擺走的功能 這個是Control Panel 所以可以上面和下面的溫度是不同 變成你可以分開 紅酒白酒 它需要的溫度是不同的 這樣去擺放的 中間呢 而且這個是剛剛大家看到 它是沒有HANDLE 其實你這樣按一下它 它是TOUCH這樣 就會自己開出來 你關掉的話 推一下它就會自己關掉 中間就是幾個櫃桶 這些櫃桶 剛才都跟大家看過了 它這些組織都是原裝包了給你的 到時候大家就會收到這樣的套裝 就可以組織好些了 然後下面有這些 Glass的櫃桶 好 其實主要的中度就是這樣 剛才我問過發展商 他告訴我 剛剛我們看的所有東西 廚房的成本 包括電器和那些貴的組合 大概是10萬元左右的成本價 所以都放了多少心機在廚房裡面 然後我們去看看 看完廚房看看洗手間 好嗎 我們會經過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目測都比平常見到的大 King size床 兩邊床頭櫃 然後這裡還可以再擺dresser的空間 它會go through走廊位置 會經過walk-in closet Master bedroom的衣櫃 也是做好裡面的organizer 包括這些拉開的sensor light 然後下面你會看到櫃裡面 也有這些櫃桶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好 另外一邊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的門就是磨砂玻璃門 這邊就是掛架類的東西 兩邊都是這樣的衣� 再進來就會看到主人房的洗手間 第一個 feature是它有地暖 主人房廁所是有地暖 然後大家看到這一組櫃都會包在主人房的洗手間的設定裡面 當然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職 因為有些時候 主人房的洗手間未必是這樣的設定 未必有這個櫃的存在 它裡面都是放東西的板 好 接著就是 看看 我們看看主人房的洗手台 它就是整面牆 這裡都是Tiles的 現在又流行這些小磚的設計 所以一塊塊小的 兩塊鏡 然後分開兩個星 中間又有空間放東西 下面就是兩大格櫃桶 等你放東西的時候便方便些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中間這些位置都是金屬的材料 然後這邊一樣有玻璃的旁邊的支撐 好 看完主人房這一邊 我們就看看 那個叫做Shower Stove的特別之處 很少見的就是 它這次做了全屏 平時我們怎麼都會再屏 怎麼都會有一條這樣的東西在中間 但是這次它簡直是一個Walk-in式 你是很方便老人家 即是怎麼都不會踢一踢 就完全地可以走進來 這裡會有一點點暗斜的 去水位就做在這裡 它整面牆 這裡都是Fully Tile 有分開了一個可以拿出來的Hand-held shower 還有一個上面的Ring Hand 也有一個Niche可以放東西 還有一個Feature 是發展商告訴我 現在看不到的 就是這一面牆的後面 它其實是再加多了 大家可以想像一塊木屋 如果有時候老人家 可能想加一條Handle 或者你再加一些架子 上去轉螺絲 你可以轉到實木 因為以往 大家如果不是太熟悉Walk-in-gowa 這邊的樓 很多時候它後面 未必是全部都是木頭 可能它是不幾尺一塊木 十六吋 十六吋一條木 中間是中空位 變成你如果沒有轉對木頭 你就沒有辦法放那些 即是轉上一些Handle 這是一個看不到的Feature 但是可能會幫到大家 將來使用的 這邊都有Handle 這就是座廁空間 以及剛剛提到的櫃 主人房洗手間的特色之處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再看一件事 因為這次樓盤 有一房、兩房、三房的選擇 我都看到有不少的織 它是會有一個挺帥的洗衣房 我們去看看 這個不是釘 而是洗衣房 但好像釘那麼大 它就是做了大尺寸的LG 比較新的模特兒洗衣機乾衣機 另外旁邊還有一組的laundry cabinetry 就有一些一格一格放東西的空間 上面還有一個包邊的木頭 給你在這裡掛一掛衣服 然後下面還可以放東西 這裡還特意做了兩格 給大家可以把衣物分類、分顏色 或者內衣褲和普通衣服分開 我覺得這個也挺特別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格小櫃桶 可能放一些手襪、夾架等等 這隻乾衣機、洗衣機都是大大大 不是普通Corno size 大家看到它是大 而且是新模特兒 開給大家看看 以往舊的模特兒 我們家裡很大堆滋 充滿了 現在這些全部都是 好像… 它簡直是一體式的 它是一體式的 所以這個panel在中間 上面是dryer 下面是washer 你看到嗎? 它黏住 它裡面不黏住 你還是要自己搬下來 但是這一座東西是黏住的 你看到嗎? 應該是黏住的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這個是兩部機的分架 這個是上下 它是新模特兒 是的 一體式 不要用了以前的按鈕 轉來轉去 看到眼都花 然後這些位置就是放洗潔精 那些東西 好像很爽手 好 就是為什麼你七十五五千坦 不是 不是家裡的 我夾一點 這個 不是很滑的 你自己來嗎? 很滑 好 好 當我見識少 好嗎? 你看 不要玩了 真的 發電傷心 多虧你不少 好 玩完這個呢 好了 這一間房都會是全部鋪磚 因為會遇到你可能會有濕氣 重一點 一些水 大家看到這些是樓 來到這些廚房客飯廳位置 就是工業的硬木 那單位沒有地毯 好了 說了這麼久 還沒跟大家正式介紹過樓盤叫什麼 其實它叫做5656 Balaclava 其實就是5656 Balaclava Balaclava就是這條街 門牌號碼是5656 它就在這個圓圈裡面 它有位置在哪裡呢? 這邊是Carrisdale 這邊是Dunbar 這個Southland 它就在中間的位置 其實它是被中學和小學包圍住的 下面這條大街是41階 旁邊也有一些巴士站 叫T是巴士站 它呢 41階一路過到Carrisdale 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過Carrisdale 很久之前忘了哪條樓盤 有走過 這邊充滿了各樣很方便的Porto 它的展現形式不是很商業化的大摩 反而是一間很布貼的小店 賣衣服 賣衣服 然後吃不同的中餐 日餐 韓餐 西餐 然後有些很小的Grosseries Market 就是一個很傳統很西區很漂亮的地方 這邊相對起我們有時說的Wangawa西區的Camby Oak就會更加安靜 更加傳統西區的一個氛圍感很強 因為在學校的範圍之內 好 然後我們就去看看Building Model 這條是四十一階 前面是向北 大家會看到整個Complex 其實是好像U形 有不同的方向 看不同的東西 剛剛說的四十一階 對面向南 這個位置是Crafton House 那個思考就是這一邊 然後呢 這個就是向東邊的位置 就是Carisdale Elementary School 但是遠一點 它直望的是球場的位置 然後呢 回到西邊 Barraclava 那條街的對面馬路 就會是一些獨立屋的環境 所以周邊呢 其實呢 可發展 再成為另一個建築 或者是比它高的一些complex 或者是屋苑的機率就很小 因為主要都是學校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找一個永久一點 或者是安靜的社區的話 這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剛剛說了 它是由一房 兩房 三房都有選擇 一房的話 因為它這個區域 都是做自住型的人多 所以它沒有做很多投資類很小 C-Dial Flat那些就沒有 一房普遍都接近六百呎 甚至以上的 它一房的話 我納過下的價錢 大約是一百萬左右 有九十九 去到一百零幾 那兩房的話 就差不多是七百多尺開始 去到八百多 九百尺都有的 那兩房的特點呢 就是它有很多兩房是有個釘的 那個釘就不是我們剛才看的洗衣房 是真的一間房的 好像我隨便多督這個就已經是了 這個單位好像這間房 大家看到有窗 裡面有個小房 是明顯比其他房小一點 沒有衣櫃 但是它其實已經是一個釘 所以很多時候 兩房加釘的單位 已經可以當作一個三房來用 價錢的話 兩房的設定價錢 大約是一百七十多萬左右 到三房的價錢 就會二百多萬左右 但在這個範圍裡面 大家也會找到很多 兩房至三房的物業 大概就是這樣 我又可以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它的職其實有很多選擇 它主要是一個自住的樓盤 很難每一隻職都跟大家去講 我會將所有的資訊 放在我的網頁上面 carrify.com slash 5656 大家上去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平面圖 這個樓盤如果大家想找大單位 它還有一些叫Premium Home 例如拿回來向南這邊 大家會看到有些單位 它特別多了這一塊出來的 這塊就是代表了一個Premium Home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客廳位置的樓底 特別高 其他單位都會有九呎樓底 但到了這些 大家明顯看到有一個 突出的樓盤 就是12呎樓底的空間 你會覺得客廳空間特別光晚 還有一些Premium Home 還會連接自己一個樓上的 就是一個Premium Home 就是由屋裡有一條樓梯上來的 這條樓梯都是屬於你的 直接上來的 這個是你的Rooftop area 而有一些Rooftop area 大家可以來看這個向西的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三房單位 還可以讓你放到熱水浴 不是熱水浴 是熱水浴 可以讓你放到熱水浴 可以讓你放到熱水浴 也可以跟發展商 申請到我 我真的要放到 就叫它幫你安裝好 不是每一個樓台都可以 要事先跟它設好 這個單位其實很棒 又有Rooftop 又有自己的Balcony 它有很多自住類型的 讓大家選擇 兩房三房都有